小孩子会有很多的乐趣去假扮不同的动物 举个例子说 你可以说你假扮是一只鸟 鸟会做什么呢? 小孩子可能会像只鸟上下舞动双臂 或是你可以说 你能假扮一只猴子吗? 它们就可以跳来跳去像只猴子 你可以让它们做它们知道的任何动物 这个活动可以帮助孩子学习 不同动物的不同行为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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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